大家好,这里是天阳宣姬 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手相的一些特点 这个手相就是整体的手型厚实有肉 女人都喜欢鲜鲜细手 喜欢这种柔弱无骨的感觉 其实手掌越厚实的女人是越富有 因为这种手相的人家境比较优越 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收入也是比较高 一生基本上不缺钱 第二种就是手心凹陷 手心凹陷的人是比较容易聚钱聚财的一种 还有就是钱财文比较多的 像这种钱财文比较多的 无名指跟小指下方出现多条钱财文 数量越多钱财越多 财源滚滚八方来财 属于这种不缺钱花的手相 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手有元宝 元宝文呢 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由这个生命线 智慧线以及事业线相互交错 所形成的跟梯形的纹路 上宽下窄 这种类似于元宝的纹路 面积越大 是元宝财富状况是越高 那么原则是封闭 要完全四脚blow 没有什么杂文干扰 这是有财库等着你去挖掘 通常这种人呢 这个事业上去打拼的一些几率 打拼的是不用担心 只管去打拼 因为你命中带财 还有就是手形细长 整个手形比较纤细 并且这种纤细是要有肉的 不是骨节突出的那种纤细 一定是要有肉圆润 并且上肩下粗 属于这种就跟竹笋一样的 那么一般的不会做一些体力劳动 从事脑力劳动 享清福 能够找到一个好人家 这样子 也同时成家之后也比较忘夫 这是一个从手形的特点来看 还有就是手掌的颜色红润 这种手相的理论 就是从这个颜色 色泽来看 非常的白里透红 比较明润的话 是很容易享清福的一种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前发明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